請賴瑞隆委員質詢 詢答時間15分鐘 謝謝郵院長 還有各位同仁 請蘇院長 蘇院長請 院長好 委員長你好 院長辛苦了 我想這一陣子的我們的行政團隊的表現 我想是得到國人的高度肯定 我們從最近的這個防疫 不管是全世界各國 不管從中國到日本到韓國 其實我想整個台灣的防疫表現 真的是讓大家非常的肯定 那從整個民調上也看得出來 超過八成以上是滿意政府 這樣的一個防疫的措施 我想這也是延續著過去 蘇院長的這個內閣 蘇內閣以來的一貫有效率 這個有政府會做事的風格 讓大家高度的肯定 包括我們幾個政策 不管是從14天的居家檢疫 這個轉機的 包括延後開學 包括我們的口罩實名制 包括我們這個紓困等等方案 我想都是超過七成五以上的人民是支持的 所以我想現在這個政府是一個非常接地氣 也非常有感 我想人民感受非常深刻 我想真的也要代表所有人民感謝政府這段時間努力 特別是所有第一線的防疫團隊的這個辛勞 那我想也要除了這個之外我想也要 因為今天也這個新增了 第25跟第26例 那當然美國對我們也有很這個把我們立為這個 這個狀況了 整個社區感染的一些狀況 我想請教一下院長有沒有包括跟部長這邊有沒有去評估未來台灣的這個防疫的狀況以及整個準備 謝謝委員的肯定 其實美國那個評定的時候 是因為社區傳播的四個要件的第一個要件 還沒有找到感染源 但我們現在已經確定那個感染源就是浙江台商 所以那個司機有跟他接觸 所以四個條件通通不計便 所以院長這個會跟美國那邊溝通嗎 有有會無不 有沒有具體的進展 跟美國的溝通有沒有具體的進展 部長給你說明一下 如果第19案例 其實它的一個傳染源在科學上已經是被證實的 不管從公衛的角度來分析 或直接成為我們這種病毒的發現 都很明確 這個感染源就是那位浙江的台商 那現在第24個案例 我們仍然展開一連串的追蹤中 那事實上如果以19的案例 坦白講我們也非常自豪 其實這樣的一個追蹤跟發現 在世界都是應該是說首見的 部長如果就你的專業來判斷 然後我們有達到了這個 所謂的社區傳播社區感染 這樣的一個定義嗎 當然我們要極力的來避免那樣的情況 那一步一步的扎實來做 所以我想我們全力的來防堵這樣的疫情 那也希望吳部長這邊 也能夠精速的跟美國來溝通 我想既然已經很清楚的找到了傳染源的話 就應該不應該把我們列上了 好 謝謝 那我想也謝謝這個團隊上的辛勞 那另外今天晚上這個鑽石公主號 也即將有接送回來 我們的國人接送回來 想請教一下院長稍微休息一下 問一下部長好了 那個現在的整個準備的狀況 好 準備飛機於1點03分起飛 那再來我們三位護理人員 那四個空服人員跟兩個機組人員 那預計四點多要到達日本 那我們已經有一位防疫醫師 在那邊做相關的準備 那預計是要回來的時候 大概可以載19名的旅客 加上一名船員 那我們到達台北大概是10點15分 那我們整個的準備都已經就緒 所以我們想我們是用最高的標準在做處理 我想我們的標準相較於日本 像其他國家 我們是用很高的標準在做處理的 對 我們應該是用一個合理的標準 審慎的來做這件事 那另外也有人在關心 那第二趟像武漢的這個部分的 第二趟的包機的部分 有具體的進度嗎 這個我來跟委員做一個說明 你從同樣的在外國 同樣的有疫情 你看看日本它是在後 結果兩國之間協商 這麼清楚這麼快速 這麼有效 而且就是我們的華航裝機過去 就是我們的醫生先家檢疫 就在機上我們有各種整套的防疫作為 所以大家都看到兩國之間處理 沒有什麼政治的因素 只有如何把國人接回來 如何讓不但是機組人員安全 乘客安全 連回來要受隔離的 這相關的案例的人員 也都是願意支持 可是同樣的 武漢飛機就不一樣 當初都已經我們要去接 都有我們希望接回來的優先順序 就是弱勢優先 就是檢疫優先 但中國不但完全政治操作 而且它再加上一些 不知道怎麼來的人 你看昨天我們都看到 國人都患然 最重要是海林石又塞進來三個 其中一個還是確診的 所以弄得我們很多的困難 所以是中國那邊的作為 使得整個要載回武漢同胞的飛機 狀況擺出 而我們 防疫不是無限量的 我們的量能也有限 所以我們還是願意 再把同胞接回來 可是我們有 弱勢優先 有檢疫優先 這些都跟中國講 但是到現在還是 就是談不來 所以 阻礙是產生在中國那邊 不是在台灣這邊 院長我想我們全力支持 行政院長這邊的這樣的作為 但是我們也希望能夠持續的溝通 我希望中國那邊能夠以防疫 以大家共同這個為優先 把政治的因素 應該放在一邊 以這樣為優先 我想我們全力支持 院裡面這樣的一個態度 接下來我也想請教 其實這一次的提出來這個 防疫紓困的這個草案我想非常重要 那600億的一個經費裡面 其實我們大多數有看到 包括交通經濟農委的部分 衛福部其實這個防疫非常重要 如果防疫做的更成功 其實在未來的經費就會更少 像SARS後來我們做的還不錯 所以後來我們的預估狀況下 反倒在防疫的經費上就比較 並沒有花到那麼多 我想問一下部長 在這一塊防疫的經費 現在預估大家要花多少經費 用在哪些地方 因為我們現在大概爆出來 大概基本有187億 187億 那大概還有 但是包含了很多的一個 相關的一些項目 那詳細的細目我是不知道 不過我請各單位先提出來 不過詳細的細目 最晚下禮拜也是要出來了 因為這個條例如果過 但是我們 項目已經爆出去了 那細目上我自己沒有辦法 OK 好 我們希望會後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們把這個詳細的資料對出來 因為這個也會牽涉到後續的防疫 我們希望防疫的作為更有效的話 可以減緩未來的紓困 減緩未來的振興 所要耗費的一些資源 那 委員這一部分我做一點說明 是我們現在防疫特別條例 正送在貴宴請及早審議通過 那必須防疫特別條例通過後 我們才能通過預算 雖然我們已經在籌備作業 那也會根據條例 就是在防疫紓困 送政新這三個方面 那到那時候我們才編整個預算 然後再送貴宴請早日審議通過 所以現在我們沒有辦法去答覆說 哪一個多少錢 現在因為貴宴的條例還沒有通過 我們預算也還沒有經過院會 所以要跟委員做一個說明了解 我想院長這個大家有朝野都有高度公司 就是這個條例會競速的通過 最快應該在下禮拜二就有機會通過 下禮拜協商完 那下禮拜有機會 預算的部分就出來了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 儘快的把條例通過預算提出來之後 儘快進行防疫的工作 包括紓困 包括振興經濟的工作 那另外想請教一下部長的部分 因為大家這也是高度關注 SARS期間的時候 其實我們有一些相關的標準 因為第一線的人員其實相當辛苦 特別是我們要讓我們的醫護人員 守住第一條的防線 SARS期間都有相關的一些經費的部分 這一次的這個武漢肺炎的這個部分 會不會應該會比照甚至更好是吧 我們應該會寬裂 會寬裂 因為照現在的標準的話 像醫師護理師的部分是一樣 但是其他醫師的人反倒是比較低的 那甚至於有些相關的防護 我們希望這塊未來在編列預算的時候 能夠從寬從優來編列 我希望院長這邊能夠大力支持 讓第一線的醫護人員 能夠協助國人守住第一條的行 那個這個所謂的防線 那再來是其實很多也是高度關注 像最近的部分 因為史密之口罩有藥局在發 很多藥局的工作量增加 甚至它的負荷上增加 包括甚至於 因為我們要加做很多的口罩 那有一個女工 他們除了加班以外 甚至於他因為在工作過程中 這個手指這個受傷了 這個部分將來會不會列入到 我們的相關這個方案裡面 給予他們更多的支持 對 一定我們都會從這一方面 從寬從數從優 我希望院長能夠支持 這些都是我們廣義的防疫人員 在第一線 為所有的人民的健康在打拼 那我們希望這些都能夠納入進來 不要變成是他們個人的負擔 而是由國家來支撐他們 來協助我們的防疫的工作 當然 好 再來是有幾個啦 我今天有聽到就是對於 包括隔離的措施 甚至於檢疫的部分 部長也很擔心 並沒有落實 那現在的罰當然是輕的 我記得那時候 院長在防治非洲租恩說 我們強而有力 100萬下去之後 大家都很謹慎 所以沒有人願意讓自己的錢這樣 所以我們連防止非洲租恩 都用這麼高的一個標準 在處理的啦 用非洲租恩 我們只是怕沒有豬肉 怕豬影響到了 那現在關係倒是人的 健康的部分 現在我知道院的版本有提高了 這個當然可以再做討論 但我也希望院長和部長在思考 我們是不是用更高的標準 如果少數那些這個 並沒有確實落實的 而形成破口的話 我們希望對這裡有更強的嚇阻力 不知道院長跟部長同意這樣的做法嗎 當然委員能夠提高這樣子 但是下組的作用是會比較好 那不過我認為原來這樣的一個 10萬 20萬到100萬 那在衡量行度上面 如果到達100萬 那也相當有下屬的作用了 我想也許在下個禮拜 我們可以做更多的一個討論 我們希望說真的達到嚇阻效果 不要讓少數的不孝 甚至這個分子去影響到的 整個防疫的破口 我想國家投入這麼多資源 這麼多人權力在配合 那應該要減少這樣的狀況的發生 那再剩一些時間我想要 首先謝謝部長可以休息了 先謝謝院長 在上去年的11月的時候 10月8號的時候 核定了這個大林埔千村 我想這個是一個非常重大的計畫 非常謝謝院長 能夠支持我們沿海六里的鄉親 他們非常的高興 那現在的進度是這樣 今年底前要完成我們的這個 千村的計畫書 所以6月份要完成整個一個草案 我也希望院長這邊跟部長這邊 能夠來盯緊這個進度 今年度讓當地的鄉親們 清楚知道千村的計畫書 這個會請院長能夠 跟部長這邊大力來支持 今年度來盡速來完成 委員一直關心的大林埔千村 我們在去年已經核定 那相關的 謝謝院長 我們都會照著原來進度 那也謝謝委員一直都持續的 扮演非常強有力的溝通 並且讓這些村民能夠了解 並且支持 我想無論政府投入多少金會 最重要還是要村民支持 讓事情能夠順利 越順利就會越快 雖然我們投入一千多億 但是我們最終還是希望 看到村民有一個幸福的家園 同時國家也有更好的發展 院長我想這就是一個 會做事的一個政府 讓人民有感受到一個政府 非常感謝院長所率領的團隊 那另外一個也是 院長因為屏東出身 你也知道南北之間 過去的這個差距上的問題 那我們一直努力 希望讓南方的發展更好 所以在蔡英文總統 在近期以前有提到一個 大南方的一個發展計畫 那我個人認為其實 亞洲新灣區是 過去來這個工業區 那現在在做轉型的發展 它其實有非常大的一個商業的潛能 如果它能夠整個帶動 整個招商投資的發展的話 它能夠讓南部形成一個 這個經濟的動人的機器 所以這個也是要 拜託院長這邊能夠大力的來推動 用院的高度去協助高雄的 這個亞洲新灣區的產業的發展 同時積極的燒商 同時很多國有土地 應該帶頭來做招商投資 然後不要再養土地 不要在那邊等 那我想這個真的需要由院長 跟部長這邊的這個行政的執行力 跟魄力來協助高雄的發展 謝謝 去年12月 蔡總統就發表的大南方大發展計畫中 有把委員一直關心的新灣區計畫納入 那行政院就相關的計畫細節 會把它從整面來平整個平良 讓它更完整個桌前 所以委員如果有各方面 因為你在地最清楚 也代表著新的民意 所以把相關的構想 和我們主政部會 大家都能夠充溫的 大家來磨合 然後讓它能夠更完整 我們會照這樣來推動 謝謝院長 那最後一個是期經 期經過去都是依靠第一條的過港隧道 那上次跟院長也提到 這個隧道老舊了 那當時院長跟部長也有 這個答應我們來評估第二條 那這個部分也期待 能不能在今年上半年 能不能院裡面或部裡面 找一些經費來做可行性的研究的發包 讓這件事情開始有一個啟動的可能性 讓期經有一條安全回家的道路 我想相關的這個進度 我現在還不是很了解 所以委員注意到 我會請相關部會 在 那是